你知道木乃伊是怎么制作的吗? 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尸体 死亡的时候大约20岁 首先要在他的腹部开个口 取出所有的内脏 其中也包括大脑 但心脏保留在尸体里 古埃及人认为心脏是灵魂所在 保留心脏也代表灵魂与肉体同在 接下来用盐包裹尸体的全身 大约放置40天 直到尸体完全脱水变得干点 下一步以芳香油和树枝涂抹它的全身 用厚厚的压麻布条层层的包裹尸体 为了更好地固定木乃伊 需要把它放在木板上 再用更多的包裹料将两者包在一起 再把含有宗教意义的神秘小袋子放在胸前 在腹部则放置一只猪鹿来当作祭品 接着以长压麻布条进一步的固定包裹 把肖像放在木乃伊的脸上 再用一大块压麻布包住木乃伊 裹尸布用进口含铅的颜料涂成红色 外层压麻布以颜料合金绘制上 代表保护和重生的埃及符号 最后在脚部用希腊文写上死者的名字 就这样一具完整的木乃伊就制作完成 紧接着祭祀会带上制作好的木乃伊 前往金字塔安葬 举行一些神秘的仪式之后 木乃伊会被放入棺木以及两层的石棺内 从此进入极乐世界 古埃及人认为把适者制作成木乃伊 保存完整的身体 这样适者就可以得到永生 听起来神神秘秘的 但这都不算什么 三千年前的木乃伊居然开口说话了 你想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